新闻来关心的是赖皮疗争议延烧 那外界质疑说赖清德将近20年来 都没有如实来申报万里老家 对此年轻人就喊出一定要政党轮替 绝对不会投票给赖清德 还有人反问赖清德你身为副总统 老家不按时申报也不缴税 这样对吗 赖皮疗外界争议越演越烈 问题是近20年来赖清德他担任立委 台南市长行政院长到副总统 从未诚实申报万里老家这栋房产 他既然有这间房子为什么不申报 我个人的认点就是你有房子 你为什么不申报 那你不缴税 你连你自己都不缴税了 你还叫我们要缴税 你这样对吗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莫名其妙 你一个政府官员 你叫我们要缴税 按时缴税 没有缴税也要扣我钱 你要强制扣款 然后结果你现在不申报 然后你不用缴税 这样对吗 这样不对吧 会生气吧 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他不时申报啊 我会投票 政党轮替 为什么 就是那个执政太多年了 要换一下 我不太喜欢赖清德的做事方式 公众人物至少要做出 可以让民众幸福的事情 既然他都这样隐瞒这么久 也都没有这么诚实的讲出来 我觉得 台湾民众应该好好想想 就是自己手上的权力 到底要投给谁才是好的 就是感觉 有人在包庇这件事情吧 所以才可以就是隐瞒20年这样 当然大家还是会想要选 找到的老实的人啊 随便他 不是你再气你再反对 他还是要为鉴啊 就拿他没办法 对啊 就我们这种平民能干嘛 你现在要出来选 就要处理一下吧 为什么 因为你都要选总统了 你应该不会 因为移动房子的钱 想要来阻碍 想要被 想要因为移动房子的钱 阻碍被阻碍到吧 所以生命不时 这就问这个问题耶 就是你本来就应该 如此申报啊 对啊 因为他这个会课税嘛 课税是我们纳税 义务人的钱耶 对不对 怎么可能就是因为你 你身为是 总统候选人 你就可以这样子 逃漏这个税 他出来选总统 就是感觉 更应该要当个表帅吗 重点是韋建的问题啊 你不可能再让他回复到当初了 因为他已经改了 他确实改了 他确实是违贱的 总统犯法与人名一致啊 不是吗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志啊 民主嘛 对啊 这很正常啊 他他他他虽然是副总统 但是他还是要照我们的法律走啊 因为他他没有特权啊 他也不能有特权啊 他改建了 他改变了 那他就是要被拆 有年轻表示赖兴德爆出违剑争议 就完全不想把票投给他了 好我们刚看到呢 辫子妹街坊 这个年轻人好像也都不认同 而且觉得你身为副总统 你没有如实来申报 难道你有特权吗 那你也不应该有特权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的就是 有关于这个他们乱里老家 相关的杭兆图直接秀出来 这个赖皮疗的成长史 是怎么样的这个长高长胖长大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这个杭兆图 这个资料来源呢 是包括Google Map 内政部的国土测绘中心 好那看到在民国75年的时候 这里呢还没有长出来 那么可是呢 在民国94年 就是2003年的时候 这边呢就是中福路 好这个84号这里就长出了 这样的一个建物 那新北市府呢 讲到了好说 赖清德的这个老家 是2003年才发现的新建物 并不是所谓的旧有的矿工的工僚 好那我们来看到赖清德 他们进办呢 怎么样来这个澄清 好发言人这个郭雅惠说 好赖清德家族一直以来都是在中福84号生活 从来没有移动过 好他们秀出来的是户口名簿 好那么我们来看到历史哥就在脸书上面也打脸说 赖皮静总拿出来户口名簿好很霸气的反驳说是定位错误啦赖清德的这个组错呢是原地新建的还头一次看到有人居然会拿户口名簿来反驳这个航照图空照图好那网友的这个举例就是说哎这好像是如果你偷吃被抓包了你是用刑事力来反驳照片的概念好照片不是更是铁证如山吗好你居然会是用一个赖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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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 赖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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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蠻悲情的 那不就是新建的一个违建吗 就不是以前的公僚啊 根本是新建的违建 到底在装什么悲情呢 谁家的公僚是盖这样呢 好像是这个欧式洋房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前台南县长苏焕智 他讲了一些相关的内幕 他说2007年赖清德母亲病逝的时候 过世的时候 他们曾经有前往去上乡 但是呢 这个桑宅其实并不是在万里中福路84号 而所谓的别墅区 我们去碾箱的时候 这个房子已经盖好了 如果真的有公僚 那也不是现在的这块地方 好 中福路84号的土地呢 在2004年 2005年左右 赖清德的妈妈买下来的 那2002年之前 那边其实是空地嘛 这个空照图也证明了 那边就是空地 空地 那赖清德却说 这个是他爸爸留下来的公僚 根本是在公北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民进党自家的立委 于天好 似乎也忍不住了 说了实话 好 他说赖清德老家为鉴 就拆一拆 但是呢 他也缓加一下说 那是赖清德出身的故乡 他是有怀念故乡的心情 好 是不是有远一点回来呢 那我们看到亮哥呢 他说于天帮赖皮了讲了大实话 根据了解民进党内呢 是很多人都这样的主张 就认为说 好 不要再影响选情了 影响到立委等等 不是一师十五命吗 好 赶快违建的部分就拆一拆吧 原来他们内部可能很多人 都是这样的主张 好 那有看到网友就说 于天呢 他是立委嘛 违建呢 已经有非常清楚的处理方法 那立委甚至是副总统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都应该要为自己 这个不应该要为自己的 不法行为来硬拗嘛 简直是道德没底线了 好 所以我们看到赖清德现在呢 还在继续拗 不管拿出 虽然有更多的新的这个证据 但是呢 他们都还是不认 好 那么看到时事评论员谢寒冰 就狂酸说 欢迎继续拗 这个东西哦 他本来赶快处理不处理 现在你摆在这个地方 一直要跟大家在那边耍赖皮 你被人家挖出越多东西 越倒霉 这个房子2003年建的 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买的吗 他妈妈2004年才买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建到一半房子 你回去跟人家买 对 为什么 这到底是 这个房子到底是地主建的还是你建的 还是这个地主 你买地他送房子 这中间他这整个买卖过程都非常诡异 然后他妈妈过世之后赖清德继承 然后赖清德继承之后又过了四年之后给他儿子继承 所以这中间到底是什么鬼 你们在里头搞什么把戏 然后赖清德你不是信基督教吗 你在里头搞个半月池 养井里 然后做这些风水证 你到底想干嘛 所以这整个就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老实说现在我直接讲好了 我对风水是 只是懂一点皮毛而已 但不管怎么弄 现在光是你把它弄成那个鬼影 然后又让这么多人来踩踏 然后又把这个特型牵走 这个风水已经坏 这个穴已经没用 换另外一个穴吧 赶快去找 对韩平我还是要问你 那他不申报这件事情 那他从来妈妈那边记住之后 很明显 而且违反公务人员 就是他这个是未照公文书 因为死公务人员登在不死 这是很明确的 他明明知道自己有这块地 可是他从来没有申报过 长达二十年不申报 这个事情问题很大吧 他们家2004年取得这块土地 是他妈妈的名字 那后来呢 到2007年之后 因为他妈妈过世 换他继承 请问一下 从2007年到现在 整整16年间 赖金德有申报过这块地吗 没有 地也没申报过 没有啊 因为他从来没缴过地下税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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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这次被抓到 财产申报的再放在中间 给大家看一下 是啊 我们拉晚报12月初 我们就质疑嘛 哇赖金德的房产这么少 有没有 当时我们提出质疑有没有 左上角这个红色的圈块 把它圈出来 对啊 就台南的两笔啊 土地房都各一笔 就没有这笔啊 因为后来他又过了四年 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他给他儿子 对他之前也都没有 就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 他是直系亲属 直系亲属还是要报 是要申报的 还是要申报 对 所以这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你转移的时候 你有没有给这一项税 这个我都听不懂啊 你那个有这个土地的话 那个地价税 不就自己上来了吗 怎么还要申报了呢 没有因为他那个是矿业用地 所以他那边是要缴田赋 但是因为田赋 我们已经民国一九八八七年 就停征了 所以他就他就是故意 他为什么不去申报 就是因为他一旦申报 他就要缴地价税 对嘛 就是他舍不得这个钱 所以他现在才要 递件申请房屋税级吗 所以这根本很好笑嘛 九月就开始 你为什么不九月就申请 你为什么要拖到快十二月底了 你才要申请 很简单 他就是赖皮不想缴这个税 就这么简单 什么九月申请 他自从他有薪水 可以赚钱 可以缴钱 他就应该啊 不是 消邦伯的意思是说 你之前给我装白痴嘛 说你不知道嘛 对 那你九月就知道 你九月该申请啊 那你还是不申请啊 一路要给我拖到现在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死皮赖脸 死赖皮的嘛 好 我们先来谢谢一下 董内 这个许文中南投立委候选人 他说呢 民进党处处以情违法 那是违剑就该拆 南铁东夷的这个残酷 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爱己商民 赖清德爱己商民 好 他说这个三乘七 等于二十四这样的逻辑 充斥着台湾 就是随便他们怎么说啦 不管蓝绿都是要拆违剑的 好 难怪哦 这个赖清德他的老家 会被说成是赖皮疗 看得出来持续的硬拗 那今天跟我们进行线上对谈的呢 是高雄市议员 同学立委参选人 陈美雅 美雅早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陈美雅 好 美雅我们来请教一下 现在看到赖清德的这个 万里老家的违剑争议 还是持续烧 尤其新的证据呢 不断的拿出来 那么他们还是在硬拗 包括新北市府都已经 拿出了这个空照图 航照图了嘛 好 说之前就没有看到 75年时候没有看到 那民国94年就是2003年才出现的 新建物就是寄存的违剑 好 所以根本就不是他所谓的 什么旧有的矿工工僚 那甚至他们继续 拿出了所谓户口名簿 有人会拿户口名簿来反驳一个 这个铁证如山的空照图吗 你怎么看 我觉得可以就三个层面来讨论一下 第一个当然他绝对是一个赖铁疗 那我们可以知道当赖清德说出说那是一个破旧公僚这四个字的时候 那大家就很好奇到底赖清德副总统他的破旧公僚长什么样 那大家不是就去现场看吗 才发现说哇原来是一个豪华的这样的一个豪宅啊 所以呢原来民进党口中的破旧公僚 跟我们一般人民的认知是不同的 不知道是他觉得我们人民是笨蛋 然后好呼啰 所以他只要随便讲一句话说那是破旧公僚 就想要把违剑这件事情掩盖过去呢 这是第一点 他忽略了人民的智慧 然后呢故意把一个豪华的一个新违剑 然后把它包装成说是个破旧公僚 用情绪勒索我们人民 第二点我们看到很夸张的事情是 一般的公僚大概就十坪左右 但是为什么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他口中的公僚 居然有两百多坪 而且呢有人后来用了这个 无人机去那边拍这个 那个拍了以后呢 突然从里面冲出来的大概是有七位左右的国安人员 那为什么这个违章建筑 他里面赖清德也没有住在那边 然后会有国安人员驻守在那里 那我们还看到有人在那边除草 然后整理花园等等的 那这些人是不是也是国安人员呢 那为什么赖清德口中的 这个跟他没有关系的 不是他的名下的这个违剑 而居然有国安人员驻守在那边 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听过这么荒谬的言论 所以在民进党长期的执政之下 他们已经认为国库就是他们自己的金库了 然后呢所有的国家的公务员都是他的仆人吗 都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吗 都不用按照法令来做事吗 这是第二点非常荒谬的地方 一般的公僚十坪左右 他们家所谓的公僚两百多坪的豪宅 然后还动用了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在那边驻守 这是非常荒谬的滥用法 滥用法那这是第二点 最后一点我们觉得很夸张的是 我们看到赖清德 他有为人民的苦而哭吗 没有 他为的是他自己的所谓的这个违章建筑 为了他的赖皮疗一口五百 他为了他自己而哭 他心中没有人民 就是只有他自己 那我们看到他以前对于他其他的民进党 那些党内的同志 他祭出的法令说 我们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啊 我的要求是比法律还严格 可是当他对别人如此残酷 然后残忍的同时 你看到他对自己的违贱是怎么样做的呢 是百般的这样子耍无赖 所以难怪现在大家都把他的周遭都列为什么 叫做赖皮疗 这就是民进党长期执政以后 他们的执政傲慢 而且心中只有自己没有人民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